高昂租金成本让共享办公室空间需求提高 在本地就业者开设共享美容空间 让美容业的自由工作者按小时或月份租下空间 大幅度降低了创业的成本 业者说开业一个月 每天会有大约10位顾客使用空间 来看记者陈思玄报道 佩是一名化妆师 身为一位自由工作者 他过去都是在家里或是登门为顾客提供化妆服务 不过他说挑战不小 这个共享空间共有15个工作站 包括私人房间 化妆台 美甲桌以及小推车等 也有消毒区 帮他们减少租金 帮助更多美容业者分担创业的风险 降低成本 然后提高专业度 也有小部分的客户就觉得说 在家里居住的话 他们不什么想要上门来 就想要去店面比较安全 如果按月的话 他们就至少在这边要出租三个月 所以他们在这边 他们就可以在这边进来 他们就可以自己开业 也有一些美容者已经在我们这里预定了几个月的工作空间 在年底就是很多人都很忙的时候 新年其实更要出租这种地方 收费方面不同工作站收费各异 以美容床为例 每小时收费20元 每月租金则是2500元 学者表示 除了降低成本和风险 也鼓励更多人创业 不用签订一个长期的租月 比方说在Christmas的时候 或新年的时候 可能有很大的需求的 他们就可以去预定这一个空间 使用于一些行业 他们是可以个人去运作 需要一个特别的空间去服务客人 比方说发行师 学钢琴 乐器 看中医 按摩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思玄报道 你们五个月 接下来 现在